最後我們會說一些杯麵 還有一些兩季番 但有些已經很難說了 我們先說一些二季番 第一套今次有的二季番是我的朋友很少 聰明島 還有藍家第四季 還有克塔尼亞的 大家好像都沒有看 我看了一個很好的耳櫃 質素保持 很平穩 又沒有人說很得罪的 有少其實只不過是對不對電波和對不對角色 有些人覺得作畫好了 我也覺得作畫好了 因為之前的作畫好像很萌 很重 用色很重 這次用色游一點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好一點 最近那集好像帶到一個新角色的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有些劇情報 會因為如果照小說的人 我說回 他這個之後都會 可常出現的 其實我一加角色就問題不大了 看了之後 我還是說一句 本來有少玩得很近 就是朋友很少 但其實你看到就是 他們根本就是一群人的 都是朋友來的 其實你的炒謀的故事其實是 那個後宮不是朋友嗎 你搞錯了嗎 不是的 但是後宮來說只是對男主角有用的 如果你的女主角有什麼後宮呢 那些不密情的朋友的感覺嗎 有些人覺得其實是 阿玉是喜歡夜空的 其實寫越少就是他們的朋友 這件事就很滑 就算去到原番這套東西也沒有意見 但是你進了眾官員有少許故事 你有帶一個開門會繼續看 然後接著就到南加三子會第四季 這次第四季就由第一季同盟去負責製作 很多人都感覺到的 很多人都覺得南加三子會是回來了 暫時說是少了一些 你說南加三子會本身很多時候一個近鏡 會用一些寫實的作畫 可能是一個很驚訝的表情 暫時來說是少了的 不知道之後有沒有 暫時來說我們會覺得唯一的一點是可惜的 你說裡面的劇情瓊 其實暫時說是維持一貫的套路 一貫的套路 接著就到另外一套 不過其實那一套就不算是耳櫃 就是初音堡第三季 我經常都覺得DC簡直是萬年炒爛飯的作品 無限緣錢計劃 其實DC其實動畫版是有一個特色的 因為DC本身是一款十八個遊戲 所以其實在動畫版裏 動畫版都會極力不賣肉 都會用純愛的故事去說個故事 所以出了遊戲版的DC3 其實是一個沒有十八個遊戲 所以人們就覺得 所以他要在動畫版裏面不斷用 即是覺得是挑戰的 很特別的 當然你說第三季很不好看 因為本身以我自己的認知 第三季其實扯下了很多DC本傳裏面的古典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樣處理 因為按照現在的故事線 其實他比較想知道 他究竟是集中在DC3的前半部和後半部 因為如果DC3的後半部 是會說很多DC1和DC2的東西 那是很有問題的 即是他要看過DC1和DC2才會有些東西 至少你要看過DC2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會比較吃緊 所以其實如果他做他廢造的話 我覺得集中前半段的所謂的愛情故事 那就是算了 例如說一些想看這些番組的聽眾 或者觀眾 就這樣看衣服的問題 沒有問題的 至少都是賣肉 都是瑤瑜 都是什麼 都是套路文番那類型 廢文番 你會不會說劇情上會有些是完全 你沒有看過DC2 不會 因為其實DC的套路都是很簡單的 即是你要說到去到DC島裏 因為你想了很多角色故事 你才會覺得 你可能要看很多之前的東西 你可能才會有少少明白 某些的條段 但不看也不簡單 不看我覺得是不簡單的 不看我覺得是不簡單的 那第一個要說的 一定是說戰勇 戰勇 戰勇10分鐘 什麼3分鐘 什麼3分鐘 op ending 總之 短短的大概15分鐘裏面 都沒有15分鐘 好像12至3分鐘 op op佔了2-3分鐘 ed佔了2-3分鐘 有另一套也好像是這樣的 是的 但是戰勇 他所說的就是 因為魔王 魔王的封印解除了 然後國王就要 徵召勇者的後裔 然後就發現勇者已經有很多後裔 香港 因為已經過了一千幾二千年了 大佬 你細胞分離1分2 2分4都死了 開支生業都很多 然後國王就說 糟了 都不知道誰是勇者 然後就發了一道明明 總之你們就醫治勇者的後裔 就和我去消滅魔王 誰消滅魔王之後 就會給一大筆裁寶你們 然後那些人就好像 賣一條 就好像嘉年華一樣 衝出去 就去討伐這個魔王 一堆勇者後裔 然後這個故事 其實是講其中一個勇者 好像是勇者第37號 你很豪鬆 這麼有趣 派一些編號 你玩家的編號 可以去7號 還有這個王公戰士 羅斯 這個是 為什麼你有名字 就是中村遊 勇者也有名字 我最有的就是 然後勇者就是夏曰雲 然後羅斯就是中村遊 魔宮騎士 魔宮騎士 就是戰勇者 就是戰士和勇者 所以就是戰勇 但是是戰士下 因為其實暫時做了兩集 你會看到勇者 真的不是很嚴重的 不是很嚴重的 不是很嚴重的 一刀統死魔王 然後升到不知多少 再說 雙星故事 你可以說 由勇者去做一些白痴行為 或者他想做某些行為 然後羅斯就套租他的 負責套租他的 是套了一些RPG行為 就是波斯幫我們有家商店 或者勇者在後面 第一集只不過是說他們開箭旅程 和打屎外幕 就是羅斯是多麼覆黑 對勇者是多麼覆黑 對他見死不救 好像勇者 又說 你要加油 我不會打的 或者我不會武法 但其實他是認識的 他真的不幫勇者 那是有點鍛鍊的 就是鍛鍊勇者 然後經過第二集 我覺得第二集 好像剛才有 第一個集合就是 他們發現一個山洞裏面 有這個魔物 佔據了裏面 然後他想去討伐魔物 然後順便賺點錢 然後一進去裏面 就發現裏面全是人 因為很多人都去討伐 那些是在網路上 就是網路上有些人去打 然後這個就是 去到網路上 去到MMO、RPG裏面 一個困境就是爭貝大 根本上裏面人多個卸 而且在箭忠裏面的故事 還有人在裏面開店鋪賣東西 這個明顯是駕駛你 商人來說你哪裡做到生意就去哪裡 其實人多的地方就有市場 所以他們入面的動作多人的時候 有市場 那裡沒有那麼經濟的內心 不是摩朗勇者 最初沒有辦法 然後剛才就說到有馬說的其他事情 勇者不小心被羅斯背刺了一下 然後他扔了一把劍的時候 把劍不小心插死了一個少女 然後增加了六十點 然後勇者升級了 插死了一個少女 魔王六歲竟然會這麼低 然後羅斯就說 我都會回復魔法 然後勇者說 剛才背了的時候就摩了 然後救回那個少女的時候 救完之後那個少女就說 原來你是勇者 我是魔王你 不是 如果可以救回 他沒有插死她的 你插了他又有經驗者 那其實可以滑過 他起來了然後插死他 又有經驗者 可以升級 然後又救回你 你有前姿做羅斯的位置 你說錯誤的東西 整個很輕鬆 其實只是說一些RTG的趣事 但是 還好是RTG的設定 挺有趣的 我覺得這東西挺有趣的 你要認識RTG的 或者又玩RTG才知道 歌式互動也挺有趣的 我覺得這套的角色也挺有趣的 當然這套東西 另一個項目的人就是 因為監督是三本寬 那些人說 哎呀 哎呀 他不是說話很輕鬆 他只是要做些事情 他之前那套東西很輕鬆 這套東西 其實這套東西都是聲光陋陋 都可以說是聲優很多 剛才是夏夜雲 中村遊逸 配魔王的就是賣東西愛衣 然後還有寧村見一 家庭見美利 那些 其實一套 一套杯麵番有這麼強的聲優 你都不要抓到什麼了 然後我們說另一套的杯麵番就是 契衫順法 學完香的東西 學完異了 即是休閒步 所謂的閒山 其實就是 都肯定會走起碼下山的 肯定會走市區的小山 肯定會走一些小山的 提材我覺得很有趣的 這些都可以拿來做動物 即是有人去做聖地巡遊 這麼快 是啊 爬山聖地巡遊 我覺得他們一向都爬山的東西 不是 他拿著一本書 那我不管 即是你特意拿著一本書 即是以去那些 不是 好像爬雪 有雪 不是 我看到有雪的那張照片 剛剛來的 我們應該是 但女主角不會 他頭痛高 怕高 應該沒有 那現在這套都是 都是15分鐘的班數 其實 暫時來說 都是 應該說是兩個 原本很小時候認識的 然後約定了 就說 之後就一起化身 是連笑無知 他答應了他 他答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鬼的 平落 都是連天子掛的過錯 然後 然後 不小心 阿皮 就是其中一個主角 就是因為 他本來都是一個 很外向的少女 但是因為他一次在單角 下跌下來之後 下跌下來之後 就有這個偉高症 但我單角不是很高 不是有些兒童創傷的 是呀 很難說的 我覺得對 你不能犯暴這件事 我覺得對 然後 然後 進到高雍之後 就見到另一位 小時候的朋友 驗傲 日向 然後 然後 就 拉了他 去爬山 這是什麼故事 其實就是 暫時 你說 反而覺得這些行為 做背面時間的 我覺得 其實 劇情夠緊密 其實 不說太多廢話 直接去 我覺得可以的 正常劇 我們整個 爬山坡 老師又批 又要找人 又搞多事 這個不用了 爬山 你看看他現在 這套另外一方面 如果他15分鐘 你當日報風情畫 你看看會不會有些 他畫山 畫什麼的那些 想想看 又是一些 旅遊業的宣傳 都可以的 其實我覺得 不差的 當然這套東西 也都是一套 星光泣泣的作品 為什麼會這樣 小倉懷 什麼人點 者口 御香 阿晨佳內 有粒羊子小倉懷 怎麼會這樣 對 不知道現在錯過了 你死了 誰知道錯過了 所以你會看到 我剛才說 今季 比正常翻組 來說 很多都是用一些 新準的正優 以一些觀念 就看到很多 大牌的正優 不知道為什麼 就變成這些 這樣發生什麼事 是否因為他們 調價太高 所以不用他們 我覺得是不會的 調價高的有限 我們接著就說 你說 其實夏季 你說 我們做狗班的時候 應該會 量很大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 選擇來播 因為本身你說 一些累積了 本來兩季 之後又要 結束 所以其實今季 沒有一式博士這樣的質素 是不會 那你只是一通 沒有了 沒有了 一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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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在宣言 我只會看這套 沒有了 一日被人家發現了 你計劃 每個人都聽得出來 那你這樣說 不要你偷眼 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